各位親愛的姐妹,今天的聖經金句是 你信主耶穌白,你和你一家就必得久 是《宗徒大事録》的十六章三十一節 在這裡講寶錄和息拉,他們到彼尼伯傳福音 被人打,拘捕他們去坐牢 但是他們祈禱 讚頌天主 到了晚上半夜 忽然地震 使得所有的監獄門都打開了 獄卒以為囚犯都走了 於是他就自殺了 為什麼呢? 如果被長官知道 可能豬狗族也不行 不如自己死就算了 一個人而已 不要連累家人 但是 竟然寶禄和釋拉 和那些囚犯都沒有走 他就很奇怪 他說應該做什麼才能得救 寶禄就說 你相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就會得救 為什麼他會相信寶禄所說的呢? 他真的帶了寶禄去他的家 又療傷 給他吃飯 又領洗 那一晚他做了很多事情 真的很奇怪 一晚可以這樣做多麼多事情 但是呢 其實因為他看到奇蹟 這個奇蹟不是說有地震 不是說那些門都打開了 奇蹟就是 那些囚犯不走 這個真的奇怪 是不是? 全部都留在這裡 因為他們在世俗裡面 在地上被捆綁 或者沒有被捆綁 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那個 心靈 整個人 得到自由 已經得救 有這份在主裡面的喜樂 這一份吸引人 這一份使人奇怪 使他們有興趣去認識這份信仰 去闖開自己的心靈 接受主 各位兄弟姐妹 我們去傳福音 都說過了 在家裡 是為我們很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家人 不只是聽我們說什麼 而是看我們做什麼 所以 如果我們信耶穌的話 真的信 不是頭殼裡面的信 而是我生活裡面 都表示出 我是信主耶穌的話 這樣 我的家裡 都一定會轉變 事後會來到 我們也有這個信德 不要 我們可以失望 但不需要絕望 因為耶穌的救恩 遠遠超過我們的固執 我們的偏見 我們的封閉 只要我們信靠它 好 讓我們再次重複今天的事情金句 你信主耶穌白 你和你一家就必得久 中途大事録 16章31節